据说这家烤串店的老板靠着烧烤在北京买了两套房 虽然第一次吃是30年前 但是味道真的依旧在线 得到一个线报 一哥们跟我说的 这儿有一个烤串店 是当我还是一小子儿毕业的时候 可能得五六岁的时候 他就在我们家糊涂门口 我之前在他们家吃了好几年就我小时候 然后后来搬了之后都找不着了 他叫四毛烧烤 您是原来马头口在那儿烤串那家吗 嘿老邻居 不是我了 说您烤串可在北京买了两套房了 有这么回事吗 没有 没这么回事 那辟谣了 那辟谣了 他这儿能烤的东西特别的多 就是很多很多烤什么羊尾骨都有 我点了俩羊尾骨 我还没吃过烤羊尾骨呢 来了 肉筋来了 哎呦喂 先吃点 30年前的味儿啊 这相当可以吧 这个 原来他家是腌肉 就是红色的 现在这肉呢是不腌了 但是尝一会儿 你吃饭吧 小时候原来那味儿 肯定不是 因为它原来肉是腌的 但是现在这串 你吃你能想 想觉得就是你小时候那味儿 就是这东西啊 那串行啊 就是 传统穿法 三瘦两肥的串 这羊肉串好吃 这一盘味儿 这一盘味儿 我不是说因为原来吃我他们家 好多人的串还不错 他们家的羊串真天好吃的 我说说看能羊串 你看能人都比较亲切 来 饱饭呗 好嘞 就很明显的那种炭火的香味儿 全都烤进这个串里边了 而且他们家的肉用的也不错 大家有没有平时必备的下酒凉菜 或者说配炒串凉菜 我就爱吃这个 真的 两串两串吃过瘾 这是我们的鸡心 这鸡心 它这鸡心呢 是切开的 你看 尝尝得这辈儿嫩 嗯 还是烤了 先蒙吃你先闻 刚才说谈不上包汁那种程度 但是呢 有点都不腥 羊腻那现在还干的吗 找拆了吧 这羊腻那是谁干的 原来 那那个叫巴石干的 巴石他们都约 巴石 哦 腰筋 哦 谢谢 腰筋 嗯 这腰筋特别棒 这腰筋是吃起来咯吱咯吱的 这特别好吃 它腰筋是羊腰筋的还是什么 全是 牙不熟 够香 还有边筋 硬 这腰筋是不是腰 连着腰的那块 那块小筋膜 可能是啊 这是谁介绍 这是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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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说一啊 它这个板筋 一般 它板筋那贴着油 你看 所以它吃起来不是那么香 这油边 是我真的特别特别爱吃的一东西 这里边呢 它外皮是那种比较焦的 让里边巨嫩 这你哪都能吃 尝尝尝尝 而且这肉吃起来就属于那种特别过瘾的 我还吃这个 那是特别明显一种 烟熏的感觉 然后外边特别焦 里边俊的 这羊尾骨 我还第一次吃 红烧羊尾骨的我都吃过 这烤羊尾骨 我还真头一次吃 原来它家没有羊尾啊 有 有啊 嗯 好吃 它羊尾骨是以肥的为主 然后贴这个肉呢 瘦肉是贴着骨边那种骨边肉 这种骨边肉吃起来最香的 这好吃 这羊尾骨不是香 但你俩谁都吃不了这东西 它是菜股 哇真香啊 这肥油 吃上去又焦又香 一点都不腻的那种 腰子上肥牛肥油 你吃大口吃的话 你还会稍微觉得有点腻 吃肉筋的好 鱼肉筋 吃方面真的一非一 我是这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一个习惯 我这已经养成人习惯了 但是干说不错啊 火候味不错 火候掌握的不错 这方面也鞋性 你说天津咱们不错 因为人家拿骨汤煮的 这人家都是拿子来水煮的 你自己的鸭肉就弄不来这种感觉 您说啊 您呢 您应四百多啊 姐 找我爸 赢四百多 你还不结账呢 本来我说我结 这要上来就来一句 我赢四百多 行 本期消费 三个人 四百块 大姐给抹零头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拜拜